阿蘇一天 嘉陵 我們進來有李祖祖 還有我們彎爺 還有中學長 吳主席 還有我們張國策部 還有我們傳統部的主名 各位我們這裡很多民主的前輩 嘉陵是 李祖祖是我的老長官 我就是那時候在耶路 探索回來的時候 要派去一個人公 一個黨員工 以前來訪問我們李晉總統 他就叫張龍峰 那時候負責大陸政策 把我交去開這個武僚 那時候包括我跟蔡英文 朱贤 還有林宗彬 還有陳柏智 包括我現在對X3賠賣 也有我們臺灣政府的黨署長 那兩年是我可以說 在這個國安單位裡面的學生 有最多 現在我就在政府裡面 繼續在訪問 我想我會領留給我 來到我們台中 大家都非常地高興 你想我們臺灣政府的代表 臺灣民主 是他們一路 這樣有辦法發展起來 所以我們也很丁秀 希望說我們這台 繼續可以補給我們的主權 來愛給我們的臺灣 當然今年是五都會選舉 那再來呢 明年也還有立委 2012年有總統的選舉 我們在這裡說 要拚主權 顧臺灣 要翻臺客百 最主要是說 我們也希望透過民主的方向 可以拿回來的政權 來影響李總統的路線 因為我自己 報索論文就是什麼 李總統的這個領土 跟臺灣民主法的發展 在這個第三坡的這個民主法裡面 全世界 可以說 最好平 富士台北最少 利用現有的制度 有那麼多的 專化做這個民主的專業 我自己因為那時候 疫苗疫苗疫苗 參加這個野百合學運 我就在扣政四大訴求 包括這個解散國民大會 廢除這個動員勘亂 這個條款 還有呢 召開國事會議 以及訂定真心改革時間表 就是因為李總統那時候 接近特性 把這個整個社會的這個訴求 都專化做民主改革的議定 才有看到我們臺灣有辦法 為外來的這個政權 慢慢讓台灣人來做出來 所以我們這台也要有建議 繼續把這個民主的 成功接力賽 繼續把演唱下去 也期待大家 在二代五代的選議 很多人都說台中沒有選 我上次就來經營 五年前就來 你先總統那時候 下來把我鼓勵和支持 我繼續打招 希望建立一個 民主政治的模範 就是說要在基材 要在社會 這樣還要拿出我們臺灣人 要在的主張 所以我們民主的路 越嚇越光明 也希望大家 繼續 我們的法律理定委 自由會的立領 來代領 我們臺灣 可以 可以去一個 我們真的 做出人的時代 但是我們去台北開這個 中文集會 在討論很多天然的事情 所以很辛苦 也很感謝我們他 很未來的照顧 他在我們中文中 我們知道他出錢出來的 他都是真的 在贊助我們這裡的民主運動 再次感謝 感謝大家 謝謝